浪十方 日夜即重徽 天光隐不现 为众开法藏 妄施功德宝 常于大众中 说法师子后 供养一切佛 具足众德本 愿慧西成满 得为三界雄 如佛无碍智 通拿弥补兆 愿我功德力 等此最圣尊 誓愿若克国 大千应感动 虚空诸天神 当于真妙化 首先我们听了法藏皮球如此大愿 我们每一位心感动不感动 我们每个众生心若感动的话 大千就会感动 因为大千世界 我们的这个环境 跟我们的心灵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法藏皮球这样真诚的愿力 由肺腑而发 首先他自己会感动 首先他自己的身心世界会转变 身心世界得到清净 庄严 他的菩提心愿 庄严就成为国土的庄严 就会成为我们众生的庄严 就会成为十方国土的庄严 佛与阿难 法藏比丘 说此送意 应时普地六种震动 天与妙化 以善其上 自然音乐 空中赞言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于是法藏比丘 具足修满如是大愿 成地不虚 超出世间 生有寂灭 这里面生乐寂灭 这个寂灭 寂是快乐本然 灭是痛苦消灭 宇宙的真理 我们这样讲 我们讲宇宙的真理 还有一点概念化 还有一点天然外道的见 圣神的佛性的 它的常乐 这种特性 常乐我尽的 安住于这个佛性之本然 然后又带着这个无尽的大愿 所以这个记忆里面就有与乐 就有乐的 无为之乐 灭就有拔苦 无为灭苦 阿难 阿难 法藏比丘 于其佛所 诸间摩凡 龙神八部 大众之中 法师弘士 见此愿意 一向专制 庄严妙度 所修佛国 开阔广大 超圣独妙 见力常然 无衰无变 于不可思议 照宅永结 即止菩萨 无量德行 不生欲觉 称觉亥觉 不起欲想 称想 亥想 不着色身 香味处法 任力成就 不计重苦 少欲知足 无染慧失 三昧常计 智慧无碍 无有虚伪 残取之心 何言爱欲 先亦沉问 勇猛精进 至愿无倦 专求清白之法 以慧力寻生 恭敬三宝 奉施师长 以大庄严 聚足众行 应诸众生 功德成就 祝空无相 无愿之法 无作无喜 观法如画 愿离粗言 自害害彼 彼此俱害 修习善语 自立立人 仍我坚立 弃国宣王 绝去财色 自行六波罗蜜 教人另行 无央数捷 积功累得 随其生处 在意所欲 无量宝藏 自然发应 教化安利无数众生 助于无上 正真之道 或为长者 居士 豪信 尊贵 或为差利国君 转伦圣地 或为六欲天主 乃至梵王 常以四世 供养恭敬一切诸佛 如是功德 不可称说 口气相结 如忧波罗花 身诸毛孔 出沾潭香 西乡谱勋 无量世界 荣色端正 向好书庙 其手藏出无尽之宝 衣服饮食 真妙华香 增盖床帆 庄严之巨 如是等事 超诸天人 于一切法 而得自在 法章比丘 获入圣生禅定 言词戒律 遮止 贪嗔痴 一切不善之法 修习 慈悲喜舍 广秀供养 乃至身为梵王 六欲天 转人圣王 世间国君 虽然我们表面看上去 好像是一个领导 是一个商人 是个天王 但是这个都是法章比丘 在菩提宏愿下 为广集资粮 行菩萨道 所以我们来到 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 也是这样 不能一起凡夫见 因为很多佛弟子都知道 来朝五台山 你第一个到这 哪怕有人给你卖东西的 都要给他买 因为什么 因为一直惦记着 文殊菩萨 盈盈一千的呀 谁是文殊菩萨 我也不知道啊 你别漏掉啊 我买东西的 甚至跟我乞讨的 都要给 因为什么 因为文殊菩萨 常常喜欢画线这样子的 他问你乞讨 度我们的千摊 知道吧 而且呢 到了五台山 要看 这位可能是文殊菩萨吧 这位可能是文殊菩萨吧 反正就把终身都当文殊菩萨 你肯定就漏不掉了 然后一花一草 一石一个西水 一个山峰 对啊 这是不是文殊菩萨 画线啊 这文殊菩萨住在这里 这些山啊 这些树木都是净水楼台啊 他们都得到文殊菩萨 多少次的观照的呀 放光 射树 这个石头 有可能文殊菩萨采过的 哎呦 那赶快手摸一摸 头顶一顶 沾一点石头光 跟文殊菩萨套个近乎 请问 你这样子 有这样子虔诚的心 你会不会得到文殊菩萨 加持啊 会啊 所以过去 有一些大修行人 带土地来舞台上 特别会观照土地的 你们到了舞台上 要小心啊 我师父也是这样 我们还在那个大佛寺呢 还没有动身呢 我师父就 哇就准备了 把那个 那个大长海青准备好了 他还特意穿在身上 亮亮 啊 给我看 怎么样 嗯 很好 我说你为什么 穿成这个海青了呢 我师父平时都穿 黄海青 红夹裟嘛 结果 找了一件那个灰的 灰的大海青 我说师父 你怎么穿这个海青呢 我说去超舞台山啊 看到出家人就给他磕头 肯定文殊菩萨会被我磕到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很多很多大德 我都听说 他们来都跟弟子们叫话 到舞台山 福生他得清凉地 寸土能消万劫灾 他到这个土都能消灾啊 所以这个就是 佛弟子应当以佛弟子的质见 朝圣应当以朝圣的态度 所以就生怕我们住在舞台山 住住住住 皮糙肉厚 麻木了 我天天提醒我们 你在舞台山啊 你在舞台山 睡觉都要拍拍地啊 你睡到舞台山啊 不要搞忘掉了 跑到这里盖庙的 盖到后来盖了 盖麻木掉了 天天不要忘掉 你在舞台山 这是一个凡夫都能踏足的圣地啊 都帅天是去不了的啊 我们是一般人去不了的啊 香巴拉岔土也是去不了的啊 龙宫我们也是没有份的 你哪能去到龙宫啊 铜色吉祥山也是去不了的啊 灵鸠山岔土 我们也很难去的啊 灵鸠山岔土 就这个舞台山啊 凡人都能来的呀 所以我提醒这个就是说 那你想想看 我们为了朝拜文殊菩萨 我们就什么样子的人 乃至一只小狗 我们都不敢欺瞒啊 你知道我现在 我现在住在舞台山 我现在也是 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别人看了 也要神经兮兮了也要 我吃饭的时候 有个苍蝇来我都很难啊 我说敢不敢它呢 万一它是文殊菩萨 化线来检验我的呢 所以 哎呀我这个 好纠结 一个蝴蝶飞过来 哎呦 这有可能是文殊菩萨 来看我来了 哇就这样 表面看有点神经兮兮的 实际上这个很好 就要这样修行 你就要这样子想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苍蝇的时候 你不能看苍蝇的像 请问苍蝇有没有佛性啊 哎 苍蝇的像是它的夜报 但是苍蝇的心 请问苍蝇的心 苍蝇的佛性 是不是也是不争不减的呀 苍蝇的佛性 跟我们的佛性一样不一样 我们的佛性跟文殊菩萨佛性 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 所以你把苍蝇 你看到它佛性的时候 请问 你是不是就看到文殊菩萨了 实际上就是啊 这就叫平等像 什么平等像 看佛像才是平等像 你如果只看苍蝇像 那叫差别像 这是众生夜报像 请问 你要归佛像 你还归于夜报像 要归于佛像啊 我们现在也是踏到清凉地了呀 我们这个内心要有感触 要有感动 纵使爸爸妈妈生养我们 这个 那样子的不容易呀 但是我们如果不去 母恩 不去系练 不去思考 这个我们的心中 也难以产生感动的 我们那个宝贵的孝心 有时候也是难以生起的 所以对佛的德 我们也要去思维的 要去思维 然后那句阿弥陀佛 才会念得那么丰富 那句佛号 才会念得充满感恩 那句佛号才会念得 心心 心 祈求 所以在后面 佛陀再跟我们讲 娑婆世界的苦 然后我们在你佛号里面 还要具足 念念 艳离 艳离娑婆 心求极乐 一句佛号要具足 心艳 两种意义 叫心艳具足 所以这句佛号 念得怎么感恩 像不像 散导大师那样子 跪在那里 两手合掌 念到流泪出汗 那个才是 深深超越 这个十万亿佛徒 极乐的莲花 念念增长 光色明耀 越来越大 天派 剑 二 辖 底 二 淡 识 靓 一 有 淡 二 二 二 淡 里面就看 那你能认识阿弥陀佛吗 阿弥陀佛除了 印光大师讲的 散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化身 我们佛教界还有 净土法门也是 也都尊那个永明严寿大师 是阿弥陀佛化身 永明严寿 我师父跟我说 你看永明 是不是 无量光啊 严寿是不是无量寿啊 我说是的呀 永明严寿大师就是阿弥陀佛啊 所以我们 我们过的阿弥陀佛生日 因为我们怎么知道阿弥陀佛生日 是因为永明大师的生日 是11月17号 所以我们就把永明大师的生日 当成阿弥陀佛生日了 圣诞日 那这个之外 永明严寿大师是宋朝时候的人 唐朝的时候 在国庆寺还有一位 叫风干禅师 有一位天台中的郡主 来上任的时候 肚子疼 就遇到了风干禅师 风干禅师给他念着咒语 加持那个水 一喝就好了 这位特别感激啊 就问 这位师父啊 你是哪里啊 他说我是天台国庆寺的 他说我真要去天台上任啊 说你有没有我要帮忙了呀 能够什么 我这个小官能为你服务服务啊 我能到那里能参选哪些圣贤呢 风干禅师跟他说 说有 郭庆寺啊 韩山石德来文殊朴贤化身也 所以这位上任之后 马上就来 郭庆寺就去 就到了郭庆寺就向人打听 说请问 韩山石德在何处啊 那些出家人都 像 我们这大法师多的是 他这个不见大法师要见父 韩山石德说的 因为什么 韩山是扫地的 石德是烧火的 寺庙里面打闸的 那在那扫地呢 在那烧火呢 结果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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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长官就 到了那边 到到这个 这个韩山石德面下 他们穿得破破烂烂 哦 这个衣服啊 补丁 打补丁 那个头发也是乱乱的 头发长长的 手里拿个破烧烧 烧烧都是破的 哎哟 看到他 就倒地就磕头 然后这个 韩山石德看着他 你磕什么头呀 从来还没享受这个待遇 你知道吗 吃饭 他们吃饭都吃别人 吃剩下的饭 知道吧 吃剩下的菜 寺庙里人没带见他们的 两个人打炸的 一个是捡来的 风干餐是捡来的 名字都没有 所以叫石德 他的名字 干脆就叫石德 路上捡来的 一个小孩流浪汉 所以一个叫韩山 一个叫石德 因为他住是住在韩山洞 所以也没名字 所以大家就喊他韩山 一个是捡来的 所以大家就喊他石德 你看 这人间是最 结果他给他磕头 为什么给我磕头 给我们磕头呀 他说 风干禅师说 你们两位是文殊 普贤的化身 他刚才一听 风干饶舌 风干饶舌 风干来 阿弥陀佛化身 你看 风干禅师 平时也是的 大家也是 他有时候庙里住住 有时候外面走走 不太 对这位老和尚也是 反正他老和尚了 也不管他 有时候就觉得 挺奇怪的 为什么奇怪 山上老虎来找老和尚 有时候他的院子里 都有老虎的脚印 所以一般性 现在画这个风干禅师 就是他边上 有一个老虎都会 他原来 就说这个老和尚不砸地 这个徒弟倒挺砸地 这个徒弟是个大老虎 所以有时候 不看师面 看老虎面 这个师父 不知道有什么奇特 原来风干禅师 就是阿弥陀佛化现的 所以后来风干禅师 有一句话 他说 我来天台三千返 你看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 我们要追随阿弥陀佛的 实际上阿弥陀佛 也是无处不在 我绕了这么大一圈 就是为了讲这句话 你不要说 心里面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在你面前 你也不买他账 一个念阿弥陀佛 修净土法门的人 就是看一切都以干净的眼看 不要以分别的眼看 知道不知道 念阿弥陀佛的人 要把一切众生 都当成阿弥陀佛看 才是一个真正念阿弥陀佛的人 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 把佛陀所宣说的 所有一切教法 都当成净土 这才叫净土法门 不要说 菩萨 圆觉 生文称 乃至人天称 乃至造恶业了 能够忏悔 都叫净土法门 你都不能看不起 这才叫修净土的 一个念阿弥陀佛的 叫把一切众生 就看他的无量光 无量寿的佛性 不看他的凡复 只看他佛性 这才叫念阿弥陀佛的 看到一朵花 请问要不要看他的佛性 要不要赞美这朵花 要想 你看花呀花呀你真美呀 你这辈子都会开呀 我这个人不咋地呀 这一辈都不知道会不会开呀 所以我随喜赞叹你呀 花呀花呀你了不起呀 你在佛前都会供养啊 我拿什么来供养啊 身臭慧不尽 心烦恼充满 见识烦恼啊 一大堆啊 我跟花 跟草比起来 请问是花草清净还是我们清净啊 花草比我们清净啊 你看那个水 水都清净都能供佛啊 对不对 那除了我们这一点自知自明 我们的惭愧心还能拿出来供佛佛 你说我们能拿什么供佛啊 看风啊风啊 你多清净啊 微风徐来啊 珠宝杭树都能出微妙音啊 都能帮助阿弥陀佛宣说念佛念法啊 化岛群身啊 风啊真伟大呀 那我们这样子的心 请问你是不是在念阿弥陀佛啊 处处皆是阿弥陀啊 所以 看到极乐世界的花鸟虫鱼 都要想 皆是阿弥陀佛所发现 那请问在说破世界要不要这样修啊 要这样修啊 到极乐世界要听经文法 五根五粒七不提分八正道分 请问在说破世界 若有人说五根五粒七不提分八正道分 要不要听啊 如果说破世界你都不听 你怎么去极乐世界啊 请问 说破世界说法难 还是极乐世界说法难啊 说破世界啊 在这个没有佛法的地方 有佛法在宣说 你都不知道珍惜 你这样的人 你怎么能升到极乐世界去啊 极乐世界善知识多 还是说破世界善知识多啊 极乐世界连凡复都显现善知识的形象啊 说破世界善知识都显示凡复的形象啊 如果我们在这么难遭难遇的 说破世界遇到三知识都显示 不知道珍惜你怎么升到极乐世界啊 所以这也是我久久地不敢弘扬净土法门的原因 这个世界 读经有的会读歪掉 有的弘扬也不知道就会 不知不觉就弘扬歪了 所以这个 希望大家能够开智慧 能够真正的明了净土 能够真正的生起念佛之心 这样子极乐世界 极在眼前 极乐世界 去此不远 虽然十万亿佛土 但是一念之间 古人讲啊 菩提现前满目青山 若能识佛 大地无寸土 大地无寸土 那大地是什么呢 极乐世界是什么 极乐世界以何为地啊 黄金为地 七宝为地 如果你会念佛 请问在这个舞台上 是不是也是金色界啊 本师释迦佛陀 跟着阿难 跟我们这些所有有缘众生说 无量受佛 为神光明 最准第一 南无佛是归一佛 你要归一佛 你首先你要觉悟 我不能归于这个色光 色尘 一为无量无量为一 一一出生 重重不尽啊 这就是华杖境界 就是普贤菩萨 不可思议的普贤之德 不可思议的美好 不可思议的美好 不可思议的那种 使用大地无法 莲花朵朵开 花开无数亿 夜夜渐如来 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5-425-5233 206-5233 205-5233 5-315-5234 亭洪智升 6-5234 240-6234 240-723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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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依何助 阿难白佛 行业果报 不可思议 佛与阿难 行业果报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 其诸众生功德善利 助行业之地 故能而耳 阿难白佛 我不以此法 但为将来众生欲除其疑惑 故恩思义 就是业力啊 它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众生造业力的人也不可思议的 那请问诸佛的功德是不是也不可思议的呀 这是很神奇的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坐在这个大地上 我们觉得这个很好玩啊 我们坐在地上安安稳稳的呀 那个天人处在虚空里 它怎么住呀 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想不过来 是不是想不过来呀 那你看那个小鸟在天上走路 你是不是也想不过来呀 有时候那个飞机在天上飞 如果这么落在地上那么大一个 那么多吨重的一个飞机 在天上能飘着 这也蛮好玩的 对吧 到现在呢 我要看经常有飞机场 有很多人跑到飞机场的 拖着下巴看飞机 坐飞机都还跟飞机拍个照 在想 下来的时候回过头再看看 我刚才就坐着这玩意在天上飞的 那个鱼在水里面飘着 你看 水里游来游去 是不是 众生说 有的在水里 有的在空中 我们就觉得 我们在地上觉得很安稳 那小鸟才觉得地上才不安全呢 还是空中安全啊 那个鱼就说 地上不安全啊 鱼如果跑到地上了 那噗哒噗哒噗哒 赶快就往水里跑 到水里它就觉得安全了 哎呀 那个 到水里就特别的自在放松了 天人就是在天上 天堂里 它就觉得 哎呀 那个是它的家 所以我们对这个夜报 特别我们对极乐世界的 这个美妙 庄严 能不能生起信心啊 能不能生起信解啊 能不能想 那就是我家 能不能想 然后想 请到我家去做客 好不好 那我要问你们 既然极乐世界是你家了 这个娑婆世界怎么样 能不能脚台两只船 所以我那个时候 做居士的时候 这个问题我就想明白了 我就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我就想了 极乐世界是我家了 这个娑婆世界 不要跟别人抢了呀 我极乐世界又是你的 我娑婆世界又抓住不放 也是贪嗔痴慢疑 还跟别人去抢生意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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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个 极乐世界是我家 娑婆世界我奉献奉献 哎呀 跟大家 结结缘 客气 客气 后来我遇到敬惠长老 他老人家也是这样 他说 娑婆世界是凉亭啊 歇歇脚的呀 极乐世界才是我们的家啊 这个凉亭里有什么 真长短的呀 有什么真长短的呀 你也凉亭里来歇歇脚 我也凉亭里来歇歇脚 整个面红耳赤 你是我肥 这何必呢 大家客气客气 好嘞 后来 特别学佛之后 特别关心社会之后 我就发现 这个极乐净土 也别人有的说 哎呀 你看你们修极乐净土的呀 念阿弥陀佛的呀 把极乐世界当家了 你们不把娑婆世界当家了 你们是不是消极啊 你们是不是对娑婆世界建设 对社会主义建设 是有消极力量啊 实际上啊 请问 如果都把极乐世界当成家了 都把这个说婆世界 都把我们这个社会 当成良体 大家都 你客气 我客气 你好 我好 我把我的东西给你 也不 也不贪 也不吝啬 大大方方做人 请问对社会有好处有害处啊 请问这个力量 对社会上来说 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呀 这个社会才会一片和谐 一片祥和 才会欣欣相容啊 才会 对不对 才会一片和乐啊 否则两个你眼红 我眼红 就要争出你我是非来 就要往自己怀里扒 也没有彼岸 也没有净土 每个人只有这一身 只有吃到嘴里才是自己的 都是贪嗔 吃用 满意 你也不退步 我也不退步 穷凶极恶 这样的社会还能住人吗 对不对 请问这个社会要信佛 还是不信佛啊 要信佛啊 不信佛这个社会就糟糕了呀 如果没有佛教信仰 这个世界啊 不堪忍受啊 不能住的 这世界就完了 就像 我们虚音老和尚啊 原音大师啊 很多大师赞叹 赞叹这个阴光大师一样 赞美阴光大师 他说 他弘扬净土 但实际上是密护诸中 他是为了振兴佛教 是为了悲悯苍生 赞叹这个阴光大师 同学的旅行 实际上我们学修净土也是这样 意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恰恰是一个美好的人间 是一个美丽的人生 是一个不增不强 大度宽容 不失利乐众生的一个人生 这个世界上需要这样子的菩萨 对不对 所以社会上人他不懂这个 他以为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把我们这个社会的资源 你看到 都转移到极乐世界去了 他以为我们也是裸名的 我们不是的 我们是心在极乐世界 把这个生命奉献给这个娑婆世界 是不是这样 奉献这个世界 却不贪着这个世界的一根草都不贪着 奉献给娑婆 不带一根草去 一颗赤 赤尘的心 奉献给这个世界 然后心心念念 回向极乐 回向净土 请问这样子的人 是不是娑婆世界的菩萨 这也是曲线救国 这也是净化人间 建设人间净土的一种方法 如果没有彼岸思想 怎么建立此岸净土呢 一个人如果没有归宿感 这个此生只能踏实的做人 心安理得的做人 佛告阿难 无量受佛 微神光明 最尊第一 诸佛光明 所不能及 或照百佛世界 或千佛世界 取要言之 乃照东方横杀佛刹 南西北方 四为上下 亦复如是 或有佛光照于七尺 或一有寻 二三四五有寻 如是转备 乃至照一佛刹 世故无量受佛 好无量光佛 无边光佛 无碍光佛 无对光佛 阎王光佛 清净光佛 欢喜光佛 智慧光佛 不断光佛 南思光佛 无称光佛 超日月光佛 其有众生 欲施光折 三垢消灭 身意柔热 欢喜踊跃 善心生焉 若在三途极苦之处 见此光明 皆得修习 无负苦恼 受终之后 皆蒙解脱 无量受佛 光明显赫 照耀十方 诸佛国度 莫不闻焉 不但我今生其光明 一切诸佛 声闻原觉 诸菩萨众 显共叹语 义父如是 若有众生 闻其光明 微神功德 日夜称说 至心不断 随意所愿 得生其国 为诸菩萨 声闻至众 所共叹育 称其功德 至其染后 得佛道时 不为十方 诸佛菩萨 看其光明 一如今也 佛言 我说无量受佛 光明微神 微微书庙 昼夜一节 尚未能尽 所以佛陀这里 亲自跟我们说了 阿弥陀佛 这个佛号所含义 本师释迦佛陀 跟着阿娜 跟我们这些 所有有缘众生说 无量受佛 微神光明 最尊第一 最尊第一 我们这里面 这个理解 这个就是 它是最尊 它是指最尊 它说 劝导我们 劝导我们 跟我们介绍 实际上在佛法门里 都是第一 没有第二 佛法又没有第二 佛法没有第二 佛法是伯二法门 所以造无量世界 请问有没有 照到这里 那你有没有认得 有没有照到你 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一感恩就不觉了 因为一感恩 它不是伯二 它就是二 分别对立 只要一分别对立 就不知不见 佛造我们 我们却不见 佛造我们 我们却不觉 请问是佛的原因 还是我们的原因 我们的原因 因为我们就活在什么 我们就活在二里面 请问我们的眼根 我们的眼睛 这个器官 能不能看到真理 能不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佛光 还是这个色光 看它是色光啊 只要你看到色光 你就难以看到佛光 所以我们是拿摩佛 拿摩佛是皈依佛 你要皈依佛 你首先你要觉悟 我不能归于这个色光 色尘 眼耳鼻舌生意 对色身相畏出法 眼的六根 对的六尘 六根 你只要归一根 也不会见到佛 你只要归一尘 也不会见到佛 你只要在根尘当中分别 也看不到佛 所以观音菩萨 在心经里说 观自在菩萨 行圣 波罗波罗蜜多士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 我们就落在五蕴里 我们就认为 五蕴是有的 所以因为五蕴是有漏的 所以我们生命 就变得有漏的 生老病死苦 无边诸苦 如果照见五蕴 是没有体性的 不落在五蕴之相中 就不被五蕴束缚 就不落五蕴的牢狱 就从五蕴的牢狱中解脱了 所以就解脱一切诸苦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 受想行使 亦复如是 然后呢 无言而彼色生意 无色生相未出发 为什么无啊 要我们生起觉悟的智慧 照见无言而彼色生意 要照见无色生相未出发 知道不知道 如果我们不能在色法中觉醒 那我们就在色法中死亡 我们成立在色法中 就是成立在轮回的世界 如果成立在这样子的色素想行使 成立在眼耳鼻子神意 成立在根层的分别时钟 我们就见不到佛光 佛常照我们 但是我们却不常见佛 佛常救我们 我们确定吗 我们在皈依 在这个有漏的生死苦海中 我们却不得皈依佛 想不想归一佛 要不要争取 要不要文思 要不要实修 要的呀 所以信愿修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佛无量 法无量 我们的烦恼也无量 我常说 我是师父干什么的呢 师父就是提醒我们 不要成立在轮回烦恼中 所以给你们六根门头提醒大家 不要忘掉佛光 不要成立在六根六层当中 所以师父祈祷的作用像什么呢 像一个看门狗的作用 有贼来了就 哇哇哇哇笑两下 叫你们有贼了有贼了 然后提醒你们归一佛归一佛 所以师父有时候也像狗看门狗 有时候也像仆人 有时候也像你们的孝子 用这个佛法来敬孝 但是呢 我这个呢 不是个好师父 我是推荐你们天下很多善知识的 因为善知识它不显露自己的身份 善知识呢 也不自己赞美自己 所以往往大家不知道 现在这个社会都要自我推荐 打广告 但好的善知识不会打广告 也不会自我推荐的 他安住在法中 他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是需要你们去识别 去珍惜的 我给你们讲 然后你们好好的去找你们的善知识 只不过呢 你们常常听我介绍呢 你会容易认识 你会容易 否则的话你们也不认识 你不听介绍 你们不懂 就像介绍阿弥陀佛一样 本师释迦牟尼佛亲自来给我们介绍 阿弥陀佛有这么多的含义 我们再一起读一下 事故 无量受佛 后无量光佛 无边光佛 无爱光佛 无对光佛 阎王光佛 清净光佛 欢喜光佛 智慧光佛 不断光佛 难思光佛 无称光佛 朝日月月光佛 总共这有多少啊 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说 扳个手指头书啊 事故 无量受佛 后无量光佛 无边光佛 无爱光佛 无对光佛 阎王光佛 清净光佛 欢喜光佛 智慧光佛 不断光佛 难思光佛 无称光佛 朝日月光佛 多少 十二声 连无量受佛 是不是十三尊呢 十三 对 所以我们有一位老和尚 我们寺院的 以前的手作和尚 从三长老 他就教我们念佛 他说念十二声 不准拿念足 也不准掐手指头 要心里面算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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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声 他这个一教啊 我觉得有道理啊 念的 你请问 你念的时候 你心里要不要记啊 你心里这样记 请问你这样的人 会不会打瞌睡啊 不会打瞌睡 你这样常常这样记 心会不会开智慧啊 这个心会不会 跃磨像镜子一样啊 所以这个有点那个 我们这个众生 常这样念 既不打瞌睡 也不落昏尘 既不散乱 你散乱也不行 就忘掉了 对不对 修行两大病 一个散乱 一个昏尘 老和尚这样子 念佛法法 既不散乱 也不能昏尘 对不对 我们再来一遍 好不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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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这个念佛法很好 老和尚说不要拿佛珠 也不要掐指钻 念十二声 实际上老和尚这个教法 还是有出处的 无量寿佛就是 有这十二个 有这十二个含义 所以 就是不翻译过来 阿弥陀佛这叫阿弥陀佛 就是有这十二个含义 包括无量寿佛的话 就是十三个 十三个含义 所以我们念往生咒 那往生咒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的 这么多的名号 串在一起的 句句都是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我师父说 一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在头顶 只要你念十往生咒 把一切业障根本 得胜净土 托罗尼 阿弥陀佛就在你头顶上 还有我们宁波人 我还记住 我师父念这个往生咒 还开玩笑 有时候 有时候开玩笑 念佛要念得很开心的 对不对 宁波人讲这个 我是宁波人 我是怎么理解的 这个就是好像 人和人之间特别亲 或者好像像杀娇一样 或者是像 好像欺负你一样 实际上不是欺负你 是爱了你 这有说 我们这个 念这个往生作有说 我一念 我就会想起 我师父讲的这个 所以就特别开心 这个人会的世界啊 这个娑婆世界太苦了啊 哎呀这个是不堪忍受啊 赶快去极乐世界说不货呀 比你也比不过比他也比不过 干脆逃跑算了 往生净土说不货 有时候念佛打妄想 开心一点自我调解调解 佛法很神奇的 一为无量无量为一 一出生重重无不尽啊 这就是华杖境界 就是普贤菩萨 不可思议的普贤之德 阿弥陀佛啊 无量无量啊 无量光无量寿 也是啊 无量无边啊 请问学习这个净土法吗 我们的心有没有越来越干净 我们的心有没有越来越广博 哎 我们的心是有越来越欢喜 我们的心有没有越来装账 福报装的越来越多 哎 是不是享受啊 人生有这个大享受 是不是世间有一个皇宫也不要啊 我愿意佛弹之乐三起 愿我速等无声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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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当之友能飞 insi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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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